嗯 后面这块要讲的是鼠标事件啊 鼠标事件 鼠标事件呢 在这里边呢 外部装外里边呢 他提供的这个鼠标操作方法呢 都封装在一个类里边 这个类呢 叫做Action Trace 啊 就是类 类链 就是说动作链啊 动作链 在这个类里面呢 进行提供这个呢 记住这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必须要记住Action Trace 然后呢 在这个里边呢 它提供了很多这个鼠标操作常用的一些方法 但是呢 咱们这只说常用的方法 不常用的咱就不说了 听明白吧 那如果当然呢 你感兴趣未来在工作中可能说用的更多的时候 你可以呢 去这个Selenev官网去下载它的一些事物说明 那但是咱们上课呢 就不是说这么多了啊 因为说了你们也嫌烦 为啥呢 它全是英文的 对吧 全是英文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就是说第一个 第一个方法呢 这是在鼠标操作里边呢 就是要就是必须要有的 就是说perform去实现啊 实现这个方法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执行所有Action Trace 里边存储的这个行为 这个呢 是必须要记住 第一个 第二个 对某一个按钮做左键操作和右键操作的时候 哎 这个呢 就要区分 一般默认是什么呀 click click是默认 左键 那有些说 老师 我们都拿右手拿鼠标 那你千万别给我弄 搞这个啊 那咱们是鼠边的这个鼠标 鼠标的滑轮两边啊 左边呢 就是左键 右边就是右键 啊 那这个里边 Context Click 是右键 那左 左击是什么呀 左击就是click啊 左击就是click 因为点击嘛 对吧 再往下 双击 这个双击指的是左键双击还是右键双击 左键 肯定默认都是左键 在这里边 双击操作 Double Click 那有些人瞬间想起来 那以前讲到这时候 王者荣耀 是吧 双杀 哎 行了 行了 然后呢 再往下一个 鼠标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还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鼠标的拖动 这个大家都用过吧 比如说在 验证码 就要拖动鼠标吧 那这个时候 你就得找到这个元素 然后用鼠标呢 去拖动它 当然这个鼠标拖动呢 它也是有这个参数的 比如说 你那到底拖动到哪呢 这后面呢 还会去讲 再往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说鼠标悬停 鼠悬停呢 基本上呢 是我们这个测在网页测试的时候 用到最多的一种方式了 用到最多的一种方式 鼠悬悬停就是目五三滑线 处 element 移动到这个元素 那在这里面 悬停就是说 鼠标移过去之后 点不点击啊 都点 悬停在那不点击 好 这些 这个 这几个方法啊 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必须记住 drag and drop drag呢 就是拖 那 drop呢 是 落落落落落在那 停在那 落在那 然后呢 double click double双 双击 右键 context click perform这个必须记住 实现存储 实现执行所有的 action信息里面的方法 下面看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还是在百度首页 百度别为咱们玩坏了就好 在百度首页 有一个设置按钮 这个超链接 那这个超链接呢 我们要放在上面 就是鼠标移动在上面 不点击 它呢就会出现一些 相关的一些 下拉的一些列表菜单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呢 它是被 就你不鼠标不放上去的时候 它是被隐藏起来的 当你鼠标放上去的时候 它才会显示出来 对吧 那我们这次呢 就做这样的一个 测试和操作 然后下面的话呢 直接看这个代码的实现 然后呢 大家跟着我一起敲 好吧 好 那这次的话呢 稍等一下啊 先说一下这个代码实现的 这个方式啊 那么这次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涉及到一个鼠标操作了 鼠标操作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要重新导入一个包 要重新导入一个包 那么这个包呢 就是把刚才呢 我们提到的这个 鼠标操作的这个类 导进去 就是Action Chance 这个类 除了要导入这个 Selenium 这个Web Driver 包 还需要导入这个 Action Chance 这个包 所以呢 在这里边呢 要有两个 from语句 from Selenium 然后呢 是 Selenium Web Driver Common Action 后面Chance 然后呢 Import Action Chance 就从这个里边呢 再去导它 那么导完之后 导完之后呢 需要注意 后面呢 就一样了 这么Driver 复制为 这个Web Driver 那在这呢 用的是 主卧这用的是 Chrome浏览器 当然我们用 都用Firefox浏览器 然后呢 打开一个网址啊 然后呢 定位到 要悬停的元素 这是 关键的一步啊 定位到 要悬停的元素 在这里边呢 首先呢 找到这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 找到这个元素之后呢 给它复为 复一个值 给它复一个值 那这样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新颖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在后面 再去 把它完整的写出来 就太麻烦了 所以呢 在这儿 单独给它 复一个值 就把找到的 这个被悬停的元素 让鼠标要移动上去的元素 复一个值 复完值之后 啊 下一个 下一步 下一步操作呢 是最关键的 上面这个只是找到元素 下面的话呢 要把鼠标放上去 鼠标放上去的 这个 代码 是Action Chines 后面呢 后面呢 要写一个 我们的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驱动器的 这个名字 啊 就是你前面定义什么名字 后面要写什么名字 点 操作对象 啊 Mu to Ellumant 移动到哪个 就移动到哪一个 元素上呢 把这个元素的名字 放上去 看到吧 哎 这块呢 这个 这个函数 要把你的这个 被移动的这个 就是被 被悬停的这个元素的名字 放在这 啊 然后呢 最后要写一个 执行语句 就是perform 啊 要写一个perform 好 下面的话呢 我们呢 看一下这个程序代码的运行啊 难吗 那这次的话呢 同样新建一个文件 那这次文件呢 我给它起名啊 就是 我我先 先先起名吧 啊 起名 悬停 test 悬停 好 好 起完名之后呢 下面 写代码 啊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要写 先导入包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 driver 先休息一下吧 第一行都敲完了吧 嗯 敲第二行啊 倒入第二个包 啊 这个呢 我就不写注释了啊 倒入第二个包 第二个包呢 是 selenium 点啊 点 web driver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点 common 呃 c-o-m-m-o-n 再点 action 然后呢 下滑线 chins chins 啊 敲完之后 下面 import 是大写的 action chins 啊 这两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啊 跳完了吗 那继续啊 然后呢 定义一个驱动器 driver 复制为 web driver firefox 订完驱动器之后呢 下面 打开一个网址 百度 driver 点 get http 冒号双斜线 3w.bidu.com 打开网址之后 啊 下面一步 找到我们要 悬停的这个 元素 并且给他负为一个 负一个值 above 啊 随便你写什么都行 哪怕你只定一个a都行啊 above 负值为 driver 点 find element by 然后呢 他直接呢 是用link text啊 是text 可不是test啊 然后呢 这里边呢 就是说 链接文字呢 是设置 好 那这部写完之后 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 用 x trins 啊 action trins 然后呢 里边呢 要写上 driver 浏览器啊 就是说 driver 这个驱动 然后呢 moo to element 就是我们 要悬停的元素 最后呢 是perform 啊 好呢 再写一遍 action chains chins action chins 然后里边呢 要把 这个驱动器写上 driver 啊 然后呢 后面呢 移动到这个页面的哪一个元素 mo to alument 然后把元素的名字写在里边 abow 最后另外最后一个是perform 那这次呢 在这里边没有写这个没有没有打印这个网页名字啊 你们也可以打印出来 证明呢 他运行了啊 print driver.title 好 下面的话呢 打印完了 就是说代码代码敲完呢 同学啊 然后呢 直接点击运行 敲完了吗 没有的话 一会儿一会儿看一下就行啊 注意看 看到了吧 我的鼠标没有 我的鼠标在屏幕的最下方 但是呢 他这个 自己 不是说自己上去了啊 是说设置这个 就是模拟的鼠标的这个操作 这个鼠标呢 模拟的鼠标已经放在了设置上的这个 这个字样上 能看出来吗 是吗 好 好